走進娃娃機店逛了一圈 這名男子手上這個紅色提袋內 裝了各式各樣的撬索工具 目標是娃娃機的零錢箱 撬開之後把零錢搜刮一空 這個時候隔壁鐵卷門打開了 走出這名男子是娃娃機店員 剛好在隔壁 直接到店內抓小偷 但怎會知道對方掏出辣椒水攻擊 店員被噴得睜不開眼睛時 他趁亂逃逸 當時這名竊賊造成警報器大響 他原本以為還有一段時間可以跑 但卻沒有想到 其實店員就在隔壁 他被當場抓包 地點在新北市戏指 新台五路上這間娃娃機店 當時這名孫姓竊賊用錯刀 油壓剪等工具 想要撬開零錢箱 卻觸發了警報器 他沒料到店員人就在隔壁 趕到現場抓賊 而這時他拿出辣椒水攻擊 無心店員趁亂逃跑 警方調查發現竊賊 至少偷了兩間娃娃機店 一輛未上鎖的U-bike 得手約七千多元 我也是跟員工講說 好在他沒有拿 他就是撬開的那個 鐵工具來攻擊你 而是拿辣椒水 因為如果他拿的是鐵工具 攻擊你可能就受傷了 警方巡線追蹤 在板橋街頭找到這瓶孫姓 林前大盜 跟在他身上搜出了 安非他命 海洛因和吸食器 以及當時用來攻擊人的 這罐辣椒水 事後依照家中切到 傷害強盜 毒品等罪送辦 也已經被警方起訴 至少偷攻擊完電源 逃跑時手機掉到地上 才會這麼快被警方找到 TVBS訊言吳俊瑋關也新聞收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從這位內容 會不會被警方起訴 評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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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論